最後面呢,我通常如果做教學影片,我不會只有做這樣 因為這樣子是不是只有真純,單純的就是只有影片教學 我只要有一個片頭,要一個音樂,那怎麼辦 我會在Canva做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給大家看一下Canva Canva 其實我覺得大家用的Canva好像很多人跟我用的不太一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來,這邊齁 那Canva其實可以做簡報,可以做影音,也可以做圖導 老師大部分都拿Canva來做什麼? 海報 就是這個 好,這是很方便的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老實講那個各大專院校的教法中心 這個現在都變標準配備 Canva,因為以前都用什麼? 非常好色 現在沒有人在用非常好色的,雖然軟體還在 好,那這裡面呢 其實Canva在這裡齁 我是應用很多 我是應用很多啦 不過我想今天時間不是那麼多 我就不要講了 我給各位看一下在這裡 就是我有分 如果我是要做 這個片頭的 就是我的片頭的 那我在我自己的那個專案裡面 我有分不同的資料夾 我看一下 部落格 這裡 部落格使用的 不看 這裡 假設這裡 資料夾 好 好,我進到平常有在用的 給各位看一下 部落格 因為我現在寫文章 其實都會有 就是系列嘛 所以您看到這些圖 我都是用Canva做 那我就會在Canva裡面呢 看我是哪一個系列的 像這樣把它準備好 如果以這個 現在這個來講 我可能會把它放在教學百寶箱這邊 好,類似像這樣子的 那我就會找一個 比如說像這個是 我如果有研習紀錄的 我就用這個版 這個版 那你們看 Notion的 有沒有 我就這樣單獨用就好了 就做好了 我再把這個 再把它拿下來 那我就可以 變成我的片頭 變成我的片頭 假設 我現在就不做了 就直接用這個 好 我要這一張 那我就先做好了 我把它存起來 OK 那現在呢 我拿到Veroom裡面 你看我們在最上面 現在第一張 是不是這個 所以我就滑鼠 移到上面來 是不是增加片段 那我就告訴他 我要增加一個圖像的 我就去找我那一張 從電腦上傳 剛剛大家都用AI 其實我也沒有那麼常用AI 有些時候自己設計好的 就不用跟他那邊 狗細殺 好 你看有沒有進來了 如果你想要有動畫 就自己做一下 有沒有動畫 好 假設我都不要做動畫 單純的就這樣 有了 有了 片頭 他預設會五秒鐘 那我想要在這裡加上一段音樂 所以我就來插入這邊 找到 剛剛是有一個背景音樂 當然如果有音效也可以 如果老師有需要 就是一些 拍手啦 或者是那個聲音 好你看 第一首 對吧 好 我就要這個 但是只要加到什麼 不是全部喔 只要我現在這個片段就好了 所以我就加到這個片段 按插入 好 您看 我的右手邊 有沒有多一個音樂出來了 但是 這個音量 可能我會再稍微調整一下 好 那有了這個 內容要開始講了 內容開始講 我也要有一個背景音樂 可是就不能這麼大聲喔 那我們來試看看 一樣的 插入背景音樂 好 這時候我就會找第二首 這樣可以 好 按插入 OK 但是 預設它的範圍 是不是全部 好 所以我要 再扣掉第一張 再扣到第一張 怎麼扣掉第一張 按著往下啦 這樣是不是就 放在二到最後面 好 然後呢 音量我稍微調整一下 我大部分到 十左右啦 好 但是這個要看你的情形 好 來我們真的來試看看喔 好 可樂一下 我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 也是內容體驗的 這天這禮拜 很排放 這樣可以介紹 我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在 在做的事情 有時候聽到某一首歌 但是 很熟悉 就是叫不出他的 你會怎麼辦 現在手機 這樣了解了吧 最後就是在做輸出就好了 就是這樣 整個流程大概就像這樣 所以其實 就是 有時候 跟我以前的 就是製作的流程 比起來 這個已經算更簡單 當然還是要花老師一點時間 好 但是呢 你會發現就是 我們用這種 方式來做影片的剪輯 錄製真的快很多 OK 老師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不想要本尊出現的 我們剛剛有沒有介紹 可以有分身的 對不對 你就不一定要錄自己嗎 因為很多老師都很害羞啊 對阿 所以你就可以搭配這樣 OK 所以 到這邊為止 跟老師提醒 大概 他的整個製作方式就像這樣 那如果說老師 您有 使用這個插圖 有一個地方您要注意一下 我剛剛一直強調合入的 是不是都是 沒有版權問題 只有這個地方要注意 就是巨幅的動畫 因為這個 他是來自什麼 等一下齁 這邊 他那個好像不見了 我看一下 這這這這 這裡 就在免費圖像和影片這裡 這個 這兩個沒問題 但是GIFI這個 就比較有版權問題 因為這個 其實老師很多 網路上有人傳一些梗圖給你啊 有沒有 就是找這個網站的 那這邊呢 個人使用比較OK 來您看一下 他也會提醒你喔 有沒有告訴你 這裡有沒有告訴你 不要以上一目的 做這個動作 好 如果你非常用 因為你看到這裡面 很多 是不是一些什麼 名人啊 或是那個 這個就自然就沒有版權 對不對 沒有版權的保障 這樣了解 所以老師 如果有用這種梗圖 要稍微留意一下 只要不是這個的 其他都沒有問題 這樣 OK 好 好